另外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也继续在高雄的行程 除了和高雄市长陈菊一起走访几间庙宇之外 也发红包给民众 而这是有民众期待她能够再出来选总统 不过她的回应是目前未来的规划还在想 一人一包红包蔡英文得发长长的一大牌 因为听说她和高雄市长陈菊都要来发红包 不少人一大早就出来排队了 2012年总统大选 蔡英文在高雄的内门获得相当高的支持 认同理念的选民也希望她再战2016 一定一定因为我们是小英自由 希望她选总统 规划还在想 没有对未来规划松口 倒是针对内阁以稳定为前提限缩改组幅度 蔡英文显得失望 那个有改组好像没动什么样的人民关切的事物的部会 那这一次看起来这个内阁改组不太像是要强化国家治理 比较像是一个政治训的安排 走在前辈也是地主的城局后头进庙礼佛 蔡英文谨守奋计 柯文哲和顾立雄之争 他也只重申党内应该尽快决定整合机制 但每到一座庙宇满满的支持者 对蔡英文来说都是蓄积能量 在出发的后盾 明镜新闻 曾宏文李愿杰 高雄市报道 对蔡英文